嘩嘩嘩 現在這些盒裝豆腐 已經賣到十五個半兩盒 嘩 真的又貴了 它又有蒸和煎炸的 告訴大家煎炸的實質 我買兩盒煎炸的先 鹹蛋和皮蛋 我們這裏十元五隻 混合都可以 通常我選這些都要重新一點 實質一點 鹹蛋也是 買三隻皮蛋 兩隻鹹蛋 你看看我 有環保袋 鹹蛋 我們濕一點點水 這樣就批了一些灰 容易批很多 批好灰之後 就洗乾淨 洗乾淨 打開蛋黃 把鹹蛋黃和蛋白分開 分開了 我們首先把蛋黃 蒸熟它 很快 好 我是月珠 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我 買了兩盒這些豆腐 一盒要九元一盒 兩盒就好像十五個半 OK 物價又是貴了 又買了鹹蛋皮蛋 現在的鹹蛋皮蛋 十元五隻 我買了三隻皮蛋 兩隻鹹蛋 片頭都看到我 將它分開了 蒸了兩隻鹹蛋黃 另外蛋白就分開了 知道我今天想做什麼呢 四隻雞蛋 一盒豆腐 有幾粒毛豆 其實我有拍過片 其實想用青豆 毛豆一樣 拿一支芫荽出來 一顆 一顆 一顆芫荽出來 加六隻蝦 這些是急凍蝦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金沙豆腐滑蛋蝦 這個真的好吃 為什麼呢 很可送飯 而且很簡單 其實這些菜 很多朋友都做過 但是有些步驟 是跟我有些不同的 看看哪個好一點 大家可以試一下 急凍蝦 買了回來解凍 這些就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要加點鹽 記住 這是鳳尾的 可以脫殼 不脫 不過不用脫了 一樣 加一點鹽 拿一下 做什麼 去一下雪味 一會兒 幾分鐘就可以了 等它去一下雪味 待會再處理 另外 又有雞蛋 其實沒有雞蛋也可以的 不過 多點東西吃 你也知道 雞蛋先打開 很簡單 鹹蛋先分開 先蒸 這個蒸 為什麼要蒸鹹蛋 蒸鹹蛋去炒 黃油才會出來香很多 要理解 毛豆 好 解凍了 青青豆也可以 完成 現在要處理豆腐 好 好 好 馬上做第二個動作 好, 蝦就要印乾它 印乾它 其實這些蝦都不用處理 基本上它沒有蝦腸 吃了這麼多次 不過, 剖開它, 待會煮熟之後 蝦就更漂亮 在中間做一刀 以及可以檢查一下, 有沒有蝦腸 它本身 很多時候, 這麼大隻, 都挑賣蝦腸 真的很高技術 你要理解 蝦都要買慣了 都沒有蝦腸 好, 開了邊就可以了 六隻, 開了 有一隻, 半粒 六隻, 半粒 現在就可以 用少少胡椒粉醃 胡椒粉可以了 不用太多味料 因為它要提一下鮮味 不用加醬油 醃一醃就可以了 基本上 蝦, 毛豆, 鹹蛋黃, 鹹蛋白 雞蛋, 豆腐 還有芫茜 稍微忘記了, 洗乾淨它 切碎它 馬上來做 金沙滑蛋 鹹蛋蝦 首先, 先煎一下 滑蛋 滑蛋 就是這樣煮一下 推來推去就可以了 關火了 大家看到, 還有這麼多 這些葡萄就關火了 好, 我現在先倒進碟裡 好, 把少少少油放進碟裡 對 這些油呢, 待會要來炒鹹蛋黃 好, 過來 現在呢, 把蒸熟的鹹蛋黃 炒一炒 為什麼要蒸熟它呢 其實以前, 我最初的時候 都不懂得蒸熟它 因為蒸熟它, 那些黃油 會好一點 如果你不蒸熟, 它很難壓爛 還有, 不香 先蒸熟 這個步驟, 多一個程序 先用剛才炒蛋的油 煎一煎 還有, 盡量壓爛它 可以加少少水 一邊炒 炒一下 最重要是炒用鹹蛋黃 讓它慢慢炒熟 是不是, 都比較融 這個鹹蛋漿 OK, 現在呢 就可以 放些豆腐下去 如果做這些滑豆腐, 就最好買這些合裝豆腐 變得較為滑 還有, 就不用煎一下它 就這樣, 盡量一下 盡量一下 有豆的, 就放幾粒豆 你明白我說什麼 有豆, 就放幾粒豆 放大一點點 煮一下 還有, 再加少許水 剛才加少許水 現在再加少許水 總共, 都是大約一枝多 100ml 另外, 剛才的蝦 很多朋友都煎了 其實都不太用的 現在就讓它滾起 剛才的六隻蝦 放進去 現在就可以蓋上蓋 OK 蝦有胡椒粉的關係, 它就去腥了 現在先蓋上蓋上蓋上 好, 油, 煮著 好, 先煮, 煮一灰 好香 要吃一下 現在可以聞到一口味 味料我建議大家不要放 蝦, 因為剛剛、爽、熟 它才好吃, 比腦袋還不可以 很多朋友都煎了, 都可以 因為我又覺得不用煎 現在這個鹹蛋白 先關小火 關小火 現在打下去 口感又有鹹蛋黃, 豆腐和鹹蛋白 慢慢下 周邊倒下去 現在不要動它 讓它有一點點蛋白 開大一點點火 讓它瘋一下 鹹蛋白也會瘋 不只是雞蛋白 因為受熱也會瘋 這個味道 基本上好味道不得了 因為有鹹蛋黃 鹹蛋白 足夠鹹 好香 動它 OK 太大力就爛了 這個 放了幾顆青豆 就漂亮很多 OK OK 很棒 好 現在過來 上吧 哇 金沙 豆腐蝦 這個是特別加插的 滑蛋 很難 現在要鎮一下 鎮一下 因為如果要下鍋 已經很粗糙了 現在就在底部 它就不會過熟 一磚豆腐 你看到嗎 不要管它 撿一下 撿一下蝦 又不用打蟹 OK OK 那現在呢 就可以撿一下蝦 上來 好了 撿好了 哇 幾個層次 下面就是滑蛋 上面就是滑豆腐鹹蛋 最頂部就是滑蝦 幾個層次 很划算 那磚豆腐8元 那幾隻雞蛋 又是大約7元 15元 這些蝦就可能要十幾元 那都不用30元 就做到這個味道了 嘩 拌飯一流 先吃蝦 這隻 半隻蝦 好笑的 本來有6隻 6隻半 嘗試一下 撿一下 撿一下 這些醬汁 OK了 沒有打到芡 OK 爽的感覺 好味 讓我試一點豆腐 哇 這個 還有豆 好吃 最重要 滑蛋 都還在這裏 喂 喂 你看看 幾種層次感 都有在這裏 滑的 嗯 好香 這個金沙豆腐蝦 哇 加上滑蛋 真是送飯一流 都不用30元 這麼大碟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 和大家分享 哇 多謝了 好棒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泰國無激素雞翼 30元一磅 都幾大隻 好 買8隻 希望一會兒 鹹蛋黃黏在雞翼 就好吃 都是講心機 怎樣才好吃的呢 真的要考究 氣炸鍋 真是現在新興的做法